我们现在是在杭州的Queen Park 为什么要来这边 其实因为我们要去一家西餐店 这个西餐店非常特别 这个西餐店的老板他参加了一个咖啡比赛 然后还拿了冠军 是不是很奇葩 所以说我们今天去尝一尝 这家西餐店的咖啡到底怎么样 点一个冰的美食 我每次来杭州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有秩序 很有活力 非常年轻 感觉非常棒 本来是要来吃煎包的 但是来晚了 煎包已经卖完了 我们现在生活节奏 已经赶不上早餐的饭点了 有点像那种早餐面 我吃豆腐脑我习惯加糖 我不知道你们都加什么 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习惯吃咸的豆腐脑 就是我从来没有喝过咖啡的话 从来没有喝过咖啡的话 你可以信一下这边的一款主打咖啡 叫东翔 它是浓缩加淡奶油 口感比较偏醇厚一点的 是额外加糖的 你本身不喜欢喝糖的话 可以不加 这个是他们的东翔 先闻一下 有黄油的味道 我先喝一口 好像真的是有黄油 然后好像还有点奶油 这样喝了之后感觉口腔里面好满 感觉好像是他在咖啡里面 加了面糊糊的那种感觉 再加点糖 他们说推荐放半包糖 那我就先放半包 放了糖之后 看口感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这不是这么瞎说吗 那肯定有变化了 肯定会变甜了 这不仅仅变甜了 最开始喝全那种面糊糊的那种感觉 它是带点沙沙的那种感觉 但是放了糖之后 进去了之后 它就变得更柔了 温润的那种感觉了 我的来了 温的是热的 上面是冰的 来吧 喝喝你的 搅一搅 牛肉加这个是煎蛋 煎蛋特别嫩 哇 看着你吃我 我这个没上 嗯 哎呀 我这个真的是 这个牛肉是加了这个黑椒汁 看着我流口水啊 哇 这个看着好有食欲 这个太有食欲了 你看这个鸡蛋 哇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蛋 哇 真的是 冠军不仅仅是咖啡做的好 它这个餐做的也是好 真的是太好吃了 而且这个它刚好 还能跟咖啡搭在一起 一进门进来 放这么多奖杯也不知道干嘛 有没有帮助嘞 等一下可以问一问的啊 老板 我问一下 你这么多的这个奖杯 对你店里边的生意有没有帮助 没有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东西就是见证自己成长的东西 所以说呢 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手工咖啡的菜单 这个是它今年2021年的这个中国的咖啡市大赛的 拿冠军的那个豆子 你看它这个海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这个海拔是1650米到1750米 已经是属于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海拔了 刚才在想能不能点这个 可以啊 我们店里面都一直卖了 这个豆子 酿工装 嗯 但烘焙度是不一样的 像店里面出饼的话是稍微才一样 嗯 因为要满足朋友的需求 而且比赛机和店里出品的咖啡机不一样 比赛机的那一台是大概60到70 我们说的是10秒 会显微厉害 为什么云南也来拿冠军啊 因为是这个潘安伟大哥做的 不是 是这样子 还得看人啊 首先从比赛的角度 比赛真的很公平 比赛并不是你拿很好的咖啡豆就能赢的 这综合性的比赛嘛 你除了萃取你的理念 你的主题 你的想法 你的咖啡豆 搭配你的创意 你的关联性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并不是说我拿一个归下就一定拿冠军 如果这样想的话 那谁拿一个归下都能拿冠军 点赞 这个要点赞 既然云南拿了冠军 我们要感谢潘伟老师感激 他就在这里展示了 就是你们的出品的杯子也是这个杯子 对 那有没有客人问你这个为什么不做买 回答客人是这样的牛奶比例是最好的 风味是最好的 可以搅拌一下 两个都搅拌一下 假装一下做评审吧 做评审的话喝钱 搅拌 把奶泡搅匀 但是其实最佳的杯子应该是130 所以就 我们推荐的话就是这个 会喝他这个 今年的90家的 这个M2M的Tigre 我先喝完他这个咖啡 这种机会很难得 特别是潘老师亲自赞巴探 帮我们冲泡咖啡 潘伞师现在目光都呆着了 有种很少会用 你不要这样子 它是卡杜拉豆种 但是它的水果是紫色的 是吗 紫色的水果 从来没见过 就像黄卡杜拉 红卡杜拉 你都会见过 这是最年最新的紫卡杜拉 你这个是放的啥 就是黑五干香的 好精致的出品 观众老爷们 你们猜一下这是啥东西 请把它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你们觉得这是什么 刚才看了半天 我也没看懂这是啥 这个上面这是放水 水放在这边 下边是一个粉碗 这个地方可以拧开 拧开了之后 这边还有个小粉锤可以压粉 这边有些橡胶圈 黑色的这个 然后你可以挤压上去 然后开始转浓缩 今天的转机 你看喝了这么多 你们稍微等一会 再牛X的冠军 也要服务好每个客人 难受客人的需求吗 餐厅他过来 首先他接受的是餐的一个价格 然后在餐的价格上的 附加项是咖啡或者饮品 如果你的咖啡饮品价格比较高 他就选择不点 所以我这边咖啡豆 我们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客人的目的性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满足客人的内心需求 我跟冠军又能学到一些经营理念 我就摊牌了 我来你们店就是吃东西的 我也摊牌了 我们就是个餐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